有些事,当它慢慢接近时,你会察觉不到 但当你察觉时,它已经相当逼近了 从我成家开始,对于农历新年 已经没有像青头仔那样却弱了 新年的最大意义,仿佛就是难得有个长家 比起新年,我更喜欢新年前的气氛 每一年的农历新年前值,都会刻意去到各大商场 主要不是扮年科,或者买新衣 而是去看看商场里面的布置,感受一下春节的气氛 试集也是感受气氛的好去处,尤其是夜市 我是一个喜欢走夜市的人,走走,吃吃,看看 是一个不错的低消费享受 这个夜市是我以前喜欢去的地方 一个月,起码来一次 后来因为交通实在太不方便 再加上夜市已经不再是低消费的地方 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再来这里了 上两年,起新年前都跟自己说 一定要来这里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 无奈过去的两年,是我面临人生最大的难关 导致新年前都错过来这里的时机 这次总算得上所缘 我好像以往一样 先在夜市的集饭当吃个晚餐 年后就休闲地逛一逛 虽然没卖东西,但是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